在台北车站惊传罪汉攻击事件 在今天中午12点左右 这名女子在一楼东一门 被一名陌生男子咆哮 这名男子浑身酒气 女子连忙逃跑 男子紧追在后 甚至还丢直宝特瓶 幸好当下有热心民众帮忙 女子才没有受伤 而这名喝醉的男子 随后也被警方带回保护管束 民众排队买饮料 但突然好几人视线朝右边看 只见一名女子神情很惊恐 连走带跑 因为后面的灰衣男子 一边大声谩骂 一边追着他 实在是害怕极了 这名女子社群发文说 在台北车站遭人乱吼追杀 还被丢宝特瓶 事发在10号中午 女子出站往车站大厅 准备上垫幅梯的时候 突然一名陌生男子 站在旁边自言自语 原本女子没有理会 但没想到男子却突然靠近大叫 距离不到30公分 女子拔腿狂奔十几公尺 但对方还追上来 甚至朝他丢职宝特瓶 幸好当时有热心民众帮忙制止 男子才停下脚步 女子也赶快报警求救 警方随即在台铁东检票口处 发现这名男子倒在地上 全身酒气 而且已经达到烂醉乳泥的状态 考量到他有伤人伤己的疑虑 当场叫他带回保护管束 女子幸好没有受伤 只不过在人来人往的台北车站 突然遭人追看 还被丢东西 真的是吓坏了 记得朝会临交显台的报道